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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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室主要是在1962年的時候 一個俄國科學家叫Denisuk 他提出來的一個想法 他就說我們記錄的材料是這樣的 記錄的時候材料是這樣的放的 然後我們的光源照上去 物體放在這 這個 這個是 這個 我們就 我們就 他講起來非常簡單 這個想法 就是我們記錄前項的時候 不是要參考光啊 物體光啊 要排啊 那他的做法呢 很簡單 就把底片放在這裡 然後就光照過去 照在底片上面 那這個光直接照上去 那這個光直接照上去 不是就像參考光一樣 對不對 因為你光直接照上去 沒有什麼 沒有照過物體 那物體光在哪裡呢 那這個底片啊 這個感光材料 它因為是一些 感光材料 感光的分子啊 還有一般就是玻璃板嘛 或者是底片嘛 上面就是 感光材料 塗一層的感光材料 然後這個感光材料本身是 泡在一些 就是 比如說一些膠啦 一些膠 因為膠才能夠把感光 你感光材料 不會黏在玻璃板上 要弄在膠裡面嘛 所以 所以一般就是 感光材料 跟膠混在一起 然後塗在這個玻璃板上 或者是塑膠 或者是 我們的這種 聚 聚的這種 塑膠板上面 所以呢 光也會 沒有被吸收的光就穿過去了嘛 所以光也會穿過去 有些被吸收了 被這些感光材料吸收 有些沒有完全吸收就穿過 穿過去碰到物體啊 碰到物體它就會反光啊 反光 那這就是物體光 所以物體光 物體反光就照過來 所以穿過去的光 彈回來的就是物體光啊 在物體上面 然後由物體反射出來就是物體光 那直接穿過去的 直接照在上面就是參考光 所以在這個材料上面對不對 就有直接照在上面的 還有從這邊反射過來的 這兩個光就干涉了 就干涉了 所以干涉就記錄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 講起來就這麼簡單啊 這麼簡單 那重建的時候啊 就是Hologram 重建的時候 那這個感光以後呢 衝洗出來的這個照片就是Hologram 那重建的時候啊 就用參考光去照它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呢 人站在這邊 這邊 那就會重建一個影像 我們就看到 只有這 那物體已經不在這啊 所以 重建的時候啊 從這邊啊 就看到一個虛向 Virtual Image 看到一個Virtual Image 那這樣的結構啊 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有沒有 我們以前是 是重建的時候呢 光一照的話 那它 虛向是在右左邊嘛 我們人要站在右邊來看 現在呢 你看光從左邊照過去 然後你人站在左邊 看到 這邊看到這個 好像物體的虛向 那這樣的好像什麼 感覺上 好像是物體 從這個 這個光啊 從這個上面 從這個全向上面 反光出來的 所以這個叫Reflection Type 就是因為你 人 站在光源的同一邊 你看到重建的影像 好像是從 光從這個Hologram 反射出來的 所以叫做反射式的Hologram 這叫反射式Hologram 就是 人跟光源是 站在同一邊的 不像我們以前 有沒有 我們以前是 這個重建 然後 這邊 重建出來 人在這邊看 有沒有 以前我們是這樣 這個是Hologram 以前我們是 重建的光一照 然後穿過去的光 其中有一個是 你可以看到說 好像原來的物體在這一個虛向 那麼這個叫Transmission Type 過去我們都是 所以我們過去所有做的都是Transmission Type 因為光穿過全向以後 給我們看到 好像重建的虛向在另外一邊 然後光穿過來的樣子 像這一種光源跟人 重建的時候 是站在同一邊 好像光反射出來的 這叫Reflection Type 所以這兩種Type 有時候 這一種要叫Lith 有時候這種Transmission Type 叫Lith Hologram 有時候 這種反射式的 我們叫Denisuk Hologram 叫Denisuk 然後原始的那種 光源跟物體放在同一條線上 那個叫Gabot Hologram 有一些爭議 就是說 那麼當時 諾貝爾獎 沒有頒給三個人 只有頒給Gabot 好 那這種 我們上次有分析 分析這個Transmission Type 的Volume Hologram 分析說 那你照明 波長如果改變的話 怎麼樣 重建出來怎麼樣 那影響是什麼 繞色效率變弱 變弱的 容許的波長改變的條件有多少 還有容許你的入色角度的變化有多少 上次我們有這些 跟大家分析過 那今天我們就看到Denisuk Type Reflection Type Reflection Type Reflection Type 這個的話我們一樣的做法 這個就是上一次分析的 我們就 就不再怎麼講 這是Reflection Type 好 那我們就講這個 Reflection Reflection的這個 Face Hologram 上一次我們有分析 Transmission Type 的Face Hologram 我們也看 這一次我們也看 Face Hologram Reflection Type 的Face Hologram 所以Face Hologram 就是這個全向底片上面 它折射率發生一些變化 但是吸收它不會吸收 所以是Alpha 就是它不吸收 因為是Face Hologram 所以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要分析它 所以我們這個光 有沒有 我們的Hologram 厚度是0到D 這是我們的厚度 橡像片的厚度 然後這上面就乾涉 這乾涉出來的條紋是怎麼樣的 是 你看你們可以去畫一下 它乾涉條紋 有沒有 參考光是向右的 物體光是向左的 所以你們可以去畫一個 向右的 假設有一個角度好了 就是向右的是參考光 是向右的 有沒有 向右的 那物體光是向左的 那它們的這個 乾涉出來的光山呢 它的grading就是這個 這個方向 那你要Kr-Ko就是向右 Ko-Kr就是向左 就是水平的 我們現在假設要對稱 就是水平的 所以 這個是K K就是水平的 那這個意思表示 它的光炸呢 光炸就是垂直這個 垂直這個K 所以它的光山呢 就是乾涉出來的光山 這個方向 這個裡面呢 乾涉條紋是這樣的 一條一條的 這個 乾涉條紋是這樣的 這個你們 可以回去 跟我們從Smithian Type 那個方法 自己去畫一下 就會發現說 它亮暗亮暗的 亮暗亮暗那個條紋是垂直的 這個 寬度呢 是Lambda Lambda 假如說這個角度是θ的話 假如說這個光的入色角度 是跟水平成θ的角度 可是這個角度也是θ 你可以發現這個λambda 就是等於 波長除以兩倍的cosθ 那θ呢 假如水平的話 θ就是0 對不對 0 可以一直到90度 0到90度 所以 cosθ θ是0 cos0度是1 是最大 那這個時候 它在分母嘛 所以你知道 這個東西啊 最小就是等於多少 有沒有 當水平的時候啊 這個乾涉條紋有沒有 最密的啦 這個λambda 就是λambda 除以2啦 就是 乾涉條紋啊 最密是 2分之λ 那如果 如果這個角度不等於0度 不是水平的話 對不對 那 那這個條紋就越來越酥了 越來越寬了 好 越來寬 那最密就是2分之λ 所以你可以看 2分之λ有多少呢 如果我們用 紅光去記錄的話 那 你看 就是 632 nanometer 對不對 這是和你雷射的鋪長 那在材料裡面呢 還要再處理材料的 材料的折射率 所以是1.5 然後 然後 除以2 所以3 所以差不多等於 你看 除以3 2 210個 210個nanometer 所以這個 間隔210nanometer 我們 一般 這個是最細 是這麼細啊 如果粗一點的話 如果角度不等於0 那就越來越寬了 對不對 那你想看看喔 我們的 全向的 我們的感光底片 一般是5個micron 到10個micron 所以 所以意思說 這個裡面呢 能夠容納的條紋 大概是10條左右 就10個週期啊 到20個週期 這裡面 頂多是10到20個週期 所以 意思就是說 這個一定是要 厚的才行啊 所以如果 你看到reflection type的話 它一定是 它一定是 乾式的條紋 因為乾式的條紋 都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一定要厚 才行 薄的話呢 就記錄 條紋就記錄不起來了 所以一定要厚 所以意思就是說 reflection hologram 它一定是厚的 你一定是要拿厚的材料 才有辦法記 才有辦法記reflection hologram 這只是說 告訴你說 你要記reflection hologram 一定要厚的 那麼我們 在光電實驗裡面 用的底片 大概是5到10個micron 厚度 所以 如果你要拿來記 reflection hologram 你也可以 你只要把雷射光 放這邊 那 物體放這裡 照 當然還有一些 要細節啦 不過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然後從這裡 你就可以發現 條紋如果越 這個 條紋越密的話 你這裡面記錄的 這個 光三就越多 那你的反射率一定越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像照這一種reflection type Denshuk 這種東西 最好 是越靠近 放在軸上最好 讓光 就是 越在軸上反射 那它就會記得 條紋就會記得很密 這樣你的 hologram就會記得很強 所以這個是關於reflection hologram 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重建它的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說 我們入射光 然後這個反射有多少 所以這種reflection type 它的bondary condition 就是一個是r一個s一個s一個s一個r 就是r 這是入射光 這是重建的光 那重建光呢 條件是這樣 就是我們從左邊入射去重建它 那你就可以求出這個 繞射效率 你就會發現這個繞射效率呢 是 某一個 我不寫了 那就是一個式子 這個就是書上的9-97 9-77那個式子 就是那個式子 反射力的造射效率 那如果你用原來的參考光去重建它 那就滿足 或者說你滿足布拉格條件的話 只要你以布拉格條件滿足的話 那你發現這個 就說開就等於0 然後繞射效率呢 它是一個hyperbolic function hyperbolic function就是 就是 所以這就是這樣一個 就是 這樣的一個 hyperbolic function就是 這是一個漸進函數 最後等於1 這大概是差不多 1 2 3 大概是這樣一個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反射式的Face Grating 它的繞射效率也可以等於1 也就是說它可以很高的 可以所有的光都反射 所有的光都反射 所以這樣當然很好啊 如果你用這種方法 去做光學零件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個鏡子啊 這是一個反射鏡 你可以把百分之百的光反射 就等於反射鏡一樣 那你說 那這種鏡子有什麼意思 我們弄一個鏡子不就好了嗎 是沒有錯 你普通一個反射鏡子就可以反射 可是這種鏡子它有它的特點 什麼特點呢 如果說 你這是這個光學系統裡面啊 你可能有好幾個波長要反射 到不同的角度 或者到相同的角度 或者是不同的光 從不同的角度要入射 要照到某一個角度 那當有很多個波長 或者很多個不同角度的時候 你如果用反射鏡 你就用很多個鏡子啊 而且你就不能擺在一起 但是 這種東西的話 你看 好 我這邊 我們記一個grading 它就這個反射力對不對 如果我需要它反射另外一個波長 反射到 就是說另外一個波長 假設從另外一個角度進來的 也要反射到這個地方 這個角度 或者說同樣入射 可是我要反射到別的角度去 那我可以做在一起 比如說我可以這樣做啊 我這裡面 這裡面已經記一個grading對不對 然後呢 我再記另外一個grading 假設是這樣 或者是 或者記另外 可能是另外一個角度 或者另外的 另外的周期 隨便畫一下 記另外一個 那我們知道啊 這有布拉格條件啊 有布拉格條件 所以 我這個R來的時候呢 它跑到這裡來 那麼 這個黃色的對它沒有作用 因為不滿足布拉格條件 沒作用 但是 我如果是 黃色的光進來的時候啊 黃色光進來的時候 這個白色的grading對它沒有作用 等於把很多鏡子 重疊在一個體積裡面 所以 它就有multiplexing的功能 就上次我們也跟同學介紹 就是 這有 所以這種Volume Volume的這種東西啊 Volume這種東西 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multiplexing 你可以把不同角度 不同波長的資訊 你想到它做的事情 你可以設計到這個體積裡面來 所以一個東西就可以做好幾個工作 那這個是你一般的 你用人說放一個鏡子 那就做不到了 OK 好 所以主要講這個Volume hologram 它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multiplexing 這個Volume hologram 所以你可以利用布拉格條件 我們這個地方呢 同樣你們可以去計算 照上一次的方法 就不重複 你可以計算說 欸 這樣厚度的低的話 它容忍的角度有範圍有多少 容忍它變化的波長範圍有多少 那你只要跳開那個範圍 就可以把另外一個質詢又寄在這裡面來 那彼此就沒有干擾 所以Volume hologram 它的一個很大的功能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照射效率可以等於1耶 它的照射效率可以等於1 它可以black match的時候 它可以奇景1 所以光的效率很高 第二它可以multiplexing 把很多元件multiplexing 你可以把許多光學功能把它疊在一個體積裡面 弄稿進到裡面去 所以這個是Volume hologram的好處 那這邊講一個reflection type 一個transmission type 都講face gradient 其他的我就不再重複了 那你就去看書 那你可以從那邊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個Volume hologram 就是它有transmission type 還有reflection type 有兩種 然後呢 我們又可以再把它分成兩種 一個是amplitude 一個是face amplitude就是它會吸收 face就是我們這次講的 像現在講的這些都不會吸收 只會繞射 那它的這個 最大的繞射效率呢 就可以100% reflection type 也是可以100% 而amplitude呢 因為會吸收啊 所以它的效率就比較低啦 所以你們可以去 細節就去看一下 我們去查一下書就行了 這很低的 你看它繞射效率就很低 因為會吸收啦 那在體積裡面當然吸收更多 所以繞射效率就比較差 所以一般我們都 是希望用這個face grating 吸收能夠減少 好 這個就關於Volume hologram 那像你們可能也有回去 有讀過 讀過的課本 然後希望也有做吸體 那這次回去 你們再繼續做後面的吸體 這個 上次是兩題嘛 還有兩題 把這個C題練習做一做 把這個Volume hologram做一個 比較具體的了解 做一個練習 好 好 OK 就是關於Volume hologram 好好 這樣好了 因為講到這個 剛剛講這個reflection hologram 跟transmission hologram 然後講到這個 Danny Schuch 跟Leese 幾張投影片給你們看一下 那楊教授是我們 他是我們這個 教大的榮譽教授 他主要以前 過去是在Penn State 他是Penn State的一個 講座教授 不過退休了 那麼他是 Hotography的Pioneer 這個是他講他對Leese的一些回憶 因為Leese是他第一個學生 所以他有一些回憶 不過當然這個 他說當然這個很好 很奧妙的 因為Leese請他 當指導教授的時候 Leese本身已經非常有名了 Leese已經很有名了 但是他沒有博士學位 1977年 他發明這個Hologram 1963、62 已經非常有名了 但是他沒有博士學位 1977年 就是他發明這個Hologram 之後15年 Leese已經是全世界都有很有名的 而且他已經是教授了 密西根大學的教授 已經指導 已經指導博士生了 但是他沒有博士學位 後來他 人家跟他說 你念個博士學位吧 所以他是Francis Yu的 指導的第一個博士生 因為Francis Yu以前也在密西根大學 他也是密西根大學畢業的 在密西根大學工作過 OK 他當然這邊講說 這個 他回憶 楊教授回憶 這個Leese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科學家 然後他非常 就是很Quiet 很斯文 我們幾次在 國際的Holography Conference 看到他 他就很斯文 他在那邊很斯文 人很斯文 很幽默 然後很謙虛 他說呢 每一個發明呢 都有他的 來 就是 都有一個源頭 所以 發明並不是說是 平白就想出來的 他一定有一個源頭 所以 他說 Holography 它也是有一個源頭 有一個源頭 然後 然後呢 他說 他認為說 這個 這個 這個Holography的發明呢 那麼 他並不是 真正的說 是在研究Holography 而是說 他的源頭 是因為 他們這一批科學家 在研究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相關的資訊 然後把那個觀念呢 應用到這個上面來 所以並不是真正 並不是原來 並不是真正的研究Holography 那麼Leese 最早在1950年代 是在軍方工作 因為以前冷戰 冷戰 冷戰就是 研究很多軍 國防機密 那麼Leese 那時候在密西根大學的一個國防實驗室 在研究雷達 你知道 那時候 俄國衛星打上去 有沒有 所以 好像有很多 國防科技 那麼 他們那個時候是研究雷達 偵測 就是 從空中照相 照地面 怎麼樣能夠照出3D的照片出來 所以他們在研究這種雷達的技術 1950年代 那麼Leese是在實驗室裡面研究這個問題 然後其實那個雷達那個立體照相的觀念 就是後來的全相的觀念 他只是把它應用到這上面來 所以也就是說 他原來並不是研究真正的研究全相 也就是說他並不知道Gabot已經發明全相 他們做雷達 然後他也不知道Gabot全相的問題 我們前面有講 Gabot的全相效果就很差 就因為 你總是看到兩個相疊在一起 所以那個相就很模糊 所以 但是Leese他們那個時候 根本不知道Gabot已經發明全相 也不知道全相的問題 他只是在研究雷達 雷達怎麼樣取地面的信號 能夠造出3D的造相來 所以那個時候只是研究這個東西 所以也就是說 就說在1948年的時候 他就在講這個發明 那麼當然Gabot的全相的觀念 也是從前面的科技的研究衍生而來 也不是說突然就跑出全相的觀念 當然這個靈感是Gabot在網球場 因為球場客滿 他在那邊擋球場 然後突然觸發他的靈感 可是他這個靈感也是有原因的 也是因為最早在1906年 就有這種造相sampling的觀念 sampling photography的觀念 然後再加上後來布拉格 turmoil 這些premise ressarge的觀念 這 Buddhwater也是從 這一些注意時代觀念綜合起來的 那Leese他是在19... 就是說1950年代 他是研究這個 這個雷達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就是在照地面 從空照 從飛機上照地面 這種空照圖 怎麼樣照出3D的影像 3D的影像 然後 Leath就是利用這種雷達的觀念 Special carrier 通信載坡的觀念 去做Holograph 所以他跟Bupanix 他們就用那個時候1960年代 剛剛發明的雷射 去做一個Holograph 他是把雷達的觀念用在這上面 然後在1950年代 他們的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發明這個觀念 可是不能發表 因為是國防 國防秘密 所以他們都不能發表 他也不知道Gabbo已經發明Holograph 只是1960年 雷射發明以後 他就用這個雷射 然後用他的觀念 把他的觀念 應用在這個照圈像 所以1962年是歷史上第一次 真正能夠看到3D的 真正的3D的影像 這個是用裸眼 用裸眼能夠看到3D的影像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成功的做出來 這是歷史的貢獻 那問題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 那他這個全向的觀念 就跟Holograph很像 Gabbo也是全向觀念 也是一樣這樣做 不過Gabbo也是乾涉 不過Gabbo是兩個東西在同一條線上 歷史是物體光跟參考光是分開的 所以那時候諾貝爾獎頒頒發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 好像歷史也應該要得獎才對 然後還有一個Danish 應該可以頒給3個人 不過最後是只有頒給一個人 只頒給Gabbo Gabbo 那當然就是很失望 所以他這邊也要講 在1977年 1977年 這個楊振凡楊教授 到密西根大學訪問的時候 歷史就 他有拿他的詩人的筆記簿 筆記簿 做研究啊 做筆記簿 筆記簿給楊教授看 就是說第一 他在1950年代做雷達的時候 其實他這種全向的觀念 已經在做雷達的時候 他就筆記簿上寫這些 怎麼樣用干涉的方法去記錄 就是那個時候已經 他就已經有這個 idea 而且那個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個 Gabbo的論文 他根本不知道 Gabbo已經做這些全向的觀念 所以 所以就說 他發明這個 完全是他自己的 idea 跟Gabbo無關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 就是後來人家認為說 他這個 乾涉的觀念 跟Gabbo乾涉的觀念是一樣的 Gabbo已經先發表了 所以就沒有給他 沒有頒給他 另外一個就是說 Gabbo會拿諾貝爾獎 是因為1960年代 Holography 大家覺得很重要 Holography會讓大家覺得很重要 是因為歷史發明這個 Holograph 歷史發明這個Holograph 是因為1960年雷射發明 它有雷射可以做Holograph 所以從這裡講的話 就是說如果沒有發明雷射 可能歷史也不會去做Holograph 如果歷史沒有做這個Holograph 那Gabbo也拿不到諾貝爾獎 那講到另外這個就是講Denishuk Denishuk是反射式的 Denishuk是1962年發表的 然後他在俄國做這種Holograph 他也不知道說歷史已經發表這個 他也不知道Gabbo的東西 他就發表這種東西 很好玩的是 Denishuk剛發表的時候 他在聖彼得堡科學院 剛發表這個的時候 他是被批判的 因為那個時候俄國都是做國防科技 然後這個是好像在做科幻 好像對國防沒什麼用 然後呢 那時候他是被批判的 1962年發表的時候 然後因為歷史Holograph 在科學界非常有名 越來越重視 所以到1960年的後期 到1967、1968 俄國人才發現說Holograph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他們趕快說 我們俄國也早在1962年 我們就有Holograph 叫Denishuk Holograph 所以馬上頒一個列寧獎 給Denishuk 這個也是很奇妙的 所以這個Uri Denishuk 他也是一個非常 他也是非常謙虛好學的科學家 因為他就是對這個Holograph 他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做很多很多的 提出很多很多的idea 他一直很好學 我記得我們2005年去參加Holograph的conference 然後呢 Denishuk那時候已經年紀很大 他也跑來看 然後他就每一個人 看到我們的海報 他也在那邊問 然後跟我們同學聊 聊他的看法 就非常好學的一個科學家 所以 總之呢 這兩個人都錯過諾貝爾獎 不過都得到大家的尊敬 Leith的Holograph 叫Transmission Type Denishuk Reflection Type 所以 他們兩個呢 好像雙生一樣 在1962年先後 發明出來 然後兩個人都沒拿諾貝爾獎 不過全世界呢 大家都很尊敬他們 兩個都 也是在19 它是2005、2006 先後故事的 所以 就是講這個 Holography發明的歷史 這講這個 歷史Holography 後來做很多的 應用 我們這個以後會講 這個 就是利用這種 Holography Holography 然後做一些 Information的 這個 Signal Detection 跟 Filtering 就是 綠波跟 圖像的偵測 圖形的偵測 圖形的偵測 這以後我們會講的 然後 Joint Transform Foam也是後來的發明 Temporal Hologram Imaging Hologram Rainbow Hologram 這個就是後來1960年代的發明 Rainbow Hologram 這個是 Display 然後 除了 這些 全像以外 還有一個 新的發明 就是 叫做 Photo Reflective Effect 因為我們過去 這個照相的話 這個底片 感光之後 要拿去沖洗 要拿去暗房沖洗 沖洗再拿出來 那你就需要時間 可是 就是 現在有新的材料 新的材料就是 你只要光線一照上去 它就反應 馬上反應 然後 那 有一種是 晶體 反應就是說 你光一照就產生電荷 這個電荷會移動 移動就產生電廠 空間電 因為電荷一移動以後 本來材料是中性的 那你光一照 產生電量 產生比較多電子 暗比較沒有產生電子 那電子多的地方就會移動 電子一跑開以後 那個地方都帶正電 有沒有 所以材料裡面就有正負電 材料裡面 光一照以後 產生電子 電子就會跑開以後 這邊電子 暗的地方電子跑掉 靠的地方電子跑掉 跑到暗的地方去 所以 暗的地方就帶負電 暗的地方帶正電 所以就有電廠 如果這個材料有電光效應的話 電光效應就是 電廠就會產生摺視率的變化 所以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你用光一照上去 這個材料就產生摺視率的變化 那這個就是一個 Face Glating 這樣的話你就不要它暗房沖洗 所以你光一照 它馬上就會記錄上去了 那這種 有一種是有機材料 Photopolymer Organic 一個是無機材料 就是晶體 這個叫Photoreflective effect 就是光照上去產生摺視率的變化 叫Photoreflective 光則變 光則變效應 這種晶體 算是比較新的東西 那這個地方就是 難的地方就是長這個晶體很難 所以這個材料很難 這個效應是 你可以觀察到很多效應 很多材料都可以觀察到 可是你真的要做這種材料的話 製作上很困難 所以這個算是新的方面 不過也需要很多研究材料方面 所以我們也有跟國外合作 做這個材料的研究 目前 所以講這個前項 一個很 你看這很複雜的一些發展 還有一些相關的應用 那我們以後上課 後面會慢慢講 現在已經把全項原理大致上就介紹 介紹得差不多 所以這個是歷史的Hologram 1962 這個是Denisuk反射式Hologram 1962 從這兩個延伸中很多很多的發展 這些相關的應用 我們以後會再講 那麼現在先休息一下 Hologram Holography的基本觀念 我們差不多講完了 那麼現在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去做它 光學系統是怎麼樣子 這個是比較簡單 不過將來如果我們有時間去實驗室做 或者你們將來自己做的話 就是對這光學系統 實際上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 我想這也蠻重要的 因為你要實現它 所以第一個 所以我們要做Hologram 第一個當然就要記錄 所以第一 你必須要記錄的材料 第一個要記錄的材料 所以系統裡面第一個要記錄材料 第二個要有物體 你要記錄什麼物體 什麼物體呢 所以看你是什麼物體 我們就隨便寫畫一個 OK 那個物體 所以你要物體光 所以物體你就必須用光把它照上去 那我們現在呢 都是用雷射 OK 激光 雷射 好 我們有一個物體 照上去 然後 然後呢 所以有一個物體光 然後呢 還需要一個參考光 好 參考光 我們比如說 所以要參考光 那麼這兩個光呢 那麼這兩個光呢 就照上來 那因為是要干涉 所以這兩個光 必須要是相干光 或者叫同條 那 基本上呢 是要從 同一個光源來的 所以這兩個光呢 應該要從 同一個光源過來的 那表示說 它可能從前面 從前面分過來的 從前面分過來的 所以要一個東西把它 分 一個光分成兩個光 分光的 分光 分成兩道 一道分成兩道 然後呢 這個光 光要這樣走 所以要一個 所以要一個 反射鏡 反射鏡 同樣呢 這個光 跑下來要上去 有一個反射鏡 所以我們 基本上 我們需要這些東西 對不對 這樣的話呢 就物體光 參考光 可以干涉 那我們講說 要相干光 或者要 所以 這個光是從 Laser過來的 這是 我們 光斜系統 基本上需要這樣 那麼實際上 有一些問題要注意 有一些問題要注意 因為我們都看過Laser 比如說我們的投影筆 你看 打出來是一支這樣細細的光 有沒有 我們的Laser 所以一般的Laser 它出來的光是一條細細的 很細的光 但是呢 如果我們的物體是 比如說一個人這麼大 一個頭這麼大 對不對 你這個Laser只有一個細細的光線 你沒辦法照 所以這個光呢 就要把它闊塑 你看 你這個光呢 否則你這個光只有照到 細細的照到一點 所以你需要照整個物體才行啊 那就需要一個 把光變成闊塑 所以這邊前面就需要一個闊塑 所以這邊前面就需要一個闊塑 闊塑 把這個光呢 本來Laser出來的光是很細的 那經過這個之後呢 就變成 比較大的光啦 我們需要一個Beam Expander 然後這個光呢 這個光呢 才能夠 變成一個很大的光 這樣才能夠照到整個物體 那因為有這樣大的光啊 所以我們才能夠照到 照到這個底片上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些東西 OK 那不只是這樣子啊 不只是這樣 因為這個是乾色嘛 乾色 乾色的條文呢 我們一直都有在計算 有沒有 就是這個乾色條文呢 都是很細啊 都在算 幾個Micrometer 幾個Micrometer 那很細 一條亮暗亮暗很細 黑白黑白的很細 那你只要稍微動一些 像我們講話 講話 這個就有一個聲波 聲波碰到這個東西 東西有稍微震動 還有我們的空調 空調呢 空氣也是在震動 這個可能這個 底片是震動 所以我們眼睛看不出來 可是 Micrometer 那個很細 所以這個可能底片在動 所以亮的位置可能就 動一下變成暗 暗變成亮 所以這樣的話 感光照出來就會模糊掉了 也就是說 這整個系統要在一個很穩定的一個系 整個要很穩定的 這些東西都不能動 都要固定的很好 不能動 所以一般我們就要把這整個系統 這整個系統 要放在一個桌子上面 要放在一個桌台上面 這個桌子 要不然的話 你在做實驗 擺好了 要做記錄的時候 走廊有人 要喝水 走過去 走路腳步 然後這個震動 你這個震動一下 那就照不清楚 所以這整個桌子 要很穩定 過去是用 最早以前用大理石 厚厚的大理石 大理石 厚厚的 桌子 在這個桌子上 這個很厚 可能是20公分 或者30公分 很厚 然後這個 有一個桌子 有腳 桌腳 浮起來 這個是 是 Vibration Isolation Table 就是一個桌面 因為這個本身 第一個桌子 就很厚 很重 很重 所以通常你的 你這個 輕微的震動 不會影響到 震動到桌面 因為它很穩 然後 這 Vibration Isolation 就是說要隔離 就是要跟地面要隔離 所以通常這個腳 這個腳 桌面 它不是直接放在地上 過去 我們是 以前 最早以前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 就這個桌子 這個桌腳 地上都放一些 我們就到海邊 去海邊 最早的時候 然後 去摘一些 細砂回來 然後 然後 這個桌子 這個腳下 桌子就這樣 這就放砂 然後把這個腳 放在砂上面 砂灘的砂 然後這個桌子壓上去 然後這個有砂 所以你有震動的這種 那這個經過砂以後 就不會傳到桌面上來 然後呢 後來呢 就是 除了砂以外 這上面來放什麼 放輪胎 汽車的輪胎 給它打氣 打氣 然後這個桌子 壓在輪胎上面 這樣就 扶著 就等於扶著 輪胎給它扶著 所以過去是 用這樣的 有點像土法煉鋼的方法 來減少這個震動 周圍的震動 對上面的影響 那麼當然現在做實驗 就比較簡單了 現在都是 現代化的實驗室 我想你們如果有些工學 實驗室有Laser的 那麼它這個是Optical Table 就買現代化的 Optical Table Optical Table 這個滿現成的 現成的 那麼它這個腳裡面 它設計好有Valve 有Valve 有Valve Valve裡面就是鋼 那個腳是不鏽鋼的 裡面就可以打氣 打氣進去以後 那個腳就浮起來 浮起來 做一個Valve 所以等於 這整個桌子是浮在空氣裡 因為那個腳裡面是灌氣的 灌氣然後把整個桌子給它浮起來 所以當然這是現代化的 是這樣子 Optical Table 所以你們 你們那個實驗室 可能很多實驗室 有這種Optical Table 那你做實驗的時候 就不要去碰這個桌子 就是你全部擺好以後 要做recording的時候 就不要去touch 桌子就不要touch 讓它穩定 當然一般的話 我們就是把空調都給它關掉 空調也關掉 不要有空調 忍耐一下 不要講話 不要走動 這個就會穩定 所以要一個穩定的 就是要穩定 所以一般系統是這樣 你要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光學系統 大概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麼細節我們再看一下 好了 這裡面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要光源 因為剛才我們前面也講 因為Gabor那個時候 1940幾年他想出這個idea 他做實驗做得很困難 所以後來人家也沒辦法做 因為那時候沒有相干光源 沒有Laser 所以Laser是很重要的 在過去當然就是沒辦法 但1960年之後有了Laser 激光方面就方便了 所以就是那個1960年 Laser 他就發明了 所以之後我們就用Laser來做我們的光源 就非常方便 所以變成大家都 只要你有這些設備 你就可以做去Hologram 那Laser呢 我們就是說 我們目前是 可以買到很多這種 commercial 我先寫一下這些 而且這個 就是說它重要的參數 你要買來做Hologram 4 4 4 Hologram Recording 你要記錄Hologram的話 你要買Laser重要的參數是什麼 所以這個可能要知道 第一個當然是Laser的WaveLens 它的波長是什麼 Laser的 Lam打 這個Lam打很重要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光啊 照來就是要感光啊 那一定要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這個材料 或者這個底片 它不感光的話 你照它也沒用啊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材料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是 那Sensitive 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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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trum C 你這個波長一定是在sensitive 就是你這個底片的敏感的範圍才行 因為你這個底片 通常裡面就是有一些感光的染料 那有些染料對紅光很敏感 對綠光不敏感 結果你拿綠光來照它 它不會感光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這個底片對什麼波長敏感 那你一定要選那個顏色的laser 所以lens,weblens 非常重要 第二個呢 這個laser的power power power power就是 它這個laser出來呢 有多少power你一定要知道 它的強度 強度就是 power power就是 power 或者是energy power或者energy 很重要 很重要啊 如果這個很弱 光很弱 那你這個就要照很久 感光要趕很久 所以因為這個power 所以這個exposure time 對要打t 就是會等於 你需要曝光照多久呢 那就跟我們的sensitivity 所以要知道它的laser的power有多少 它都會告訴你啊 你買這個底片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 它都會跟你講 這個sensitivity有多少 比如說它的敏感度 它的敏感度 比如說是micro joule 那你知道laser 這個power出來啊 照在這邊有多少的 你要去量一下 量一下 就是microwatt 那這個就是多少sensitivity 所以這個laser的power 你要知道 當然照這樣看起來 當然power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因為這樣你的感光的時間 就短一點了 如果你這個laser很弱 那你可能要照一分鐘兩分鐘 那大家一分鐘兩分鐘都不能動 一點動都不能動 所以那就不太方便了 如果說power很高啊 那可能你這個感光呢 可能這個光很強啊 那你照個一秒鐘就好了 啪一下就好了 那這樣就不怕說 什麼地方又不穩定了 當然power越高越好 可是當然你也知道 power越高當然一定是越貴的嘛 就看你實驗室有多少經費 所以這個總之呢 你要去讓你 你要估計它 你要知道 然後再來我們要知道 Laser的 Laser的 Line width 或者Spectral width Line width 就是這個Laser它出來 它有一個中心波長 有沒有有一個中心波長 然後我們還需要知道 它那個平譜的寬度有多少 你做其他的都不需要 但是做Hologram 你就必須要知道 就是說你要知道 Delta lambda有多少 或者是Delta mu有多少 一定要知道 不然到時候就會 等一下我們會講它的問題在哪 就是Delta lambda 或者是Delta mu 因為這個牽涉到 coherent length 這個Laser的 同調長度 同調長度 coherent length 就是這個Laser的 coherent length 它相桿長度 或者是同調長度 有多少 這個同調長度 相桿長度 大概是等於 C 除以Delta mu Delta mu 或者是等於 Lambda平方 除以Delta mu 所以你就必須要知道 這個Laser 你買這個Laser Delta lambda等於多少 或者Delta mu等於多少 要知道 當然 我們要知道 要知道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也很重要 你要知道這個Laser Polarization是什麼 當然 你要知道它的Stability Stability 就穩定度 但是穩定度 有時候不太容易 它會Fructuate 會飄 因為我們的電也不是很 我們電源 電力公司給我們的電 它也是會飄 會飄 會飄 頻率 尤其是Power 它會飄 因為有受其他人 開關的影響 所以我們會 一方面Power會飄 一方面有一些Noise 所以會影響到這個Stability 所以你Laser的Power supply 控制系統 就要做得很好 這樣就穩定 這些是重要的參數 所以你買Laser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些東西 我們常常有的 Commercial Laser Commercial Laser Commercial Laser 就是Helium Neon Helium Neon的Polar 我們常用的是632 Helium Neon Laser的Power 一般 現在一般大概是 1到20個 一個mini watt 然後 就要看 看形形 看它是星哥 Longitudinal mode 或者是Multi mode 不一定 你要看 好 然後 阿剛類的 514 488 比較常用的POWER是 綠色的跟藍色的 那一般的POWER是 100個MW 到 5W 阿剛LASER的POWER比較大 還有 Solid-State Laser DPSS Diopump Solid-State Laser 這個以前也比較常用 實驗室都有 它是532 綠光 POWER也是蠻高的 100MW 到 10W POWER相當高 還有 半導體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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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常用的是 紅光 紅光 大概是 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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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大概是 10到100個 所以常用的LASER 那麼它的 Line width 要看每一個產品 你就要去Check 就是這個 它的Line width 好 Line width 你要個別去Check Check它們公司的產品 Line width 是多少 這個是關於LASER方面 剛才講這個 Cohenance 所以我們現在講一下 Coh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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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你這個光啊 在這邊要乾涉啊 乾涉 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 你看 這個光啊 從這裡開始分路 一個走到物體 一個是參考光 所以這個光啊 一分開 到這裡 這兩個之間有光層差 所以我們講說 第一個 我們講說 Cohenance 要能夠相干 能夠干涉 所以這個物體光 它發出光 然後到這上面來 這每一點發出光 到這上面來 那這參考光呢 跟這參考光上面 這些打上來的光 乾涉 意思就是說 物體上任何一點發出的光 任何一條光線 一定要能夠跟參考光的 任何一條光線 都要能夠干涉 這樣你才能夠記 如果不能干涉的地方 就不能記下來 所以一定 所有任何兩條光線都要能夠干涉 都要相干 所以任何一個pair 任何一個pair 任何一個pair object 還有reference 都要coherent才行 都要coherent 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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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interfere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fringes 如果 不coherent 就不能干涉 那coherent的定義 我們簡單的講 就是說 interference是什麼 就是 兩個光要干涉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的光是干涉 ix 這個干涉 這個叫x 就是物體光跟參考光干涉 所以我們把它寫下來 那就是 物體光 跟參考光干涉 干涉 干涉 我們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一個東西 那 這兩個光干涉 就寫成這種形式 那 所謂coherent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物體光跟參考光能夠干涉 這一項就是 干涉的項 干涉的項 如果這兩個 不干涉的話 那 物體光就是 物體光的強度 加參考光的強度 就沒有干涉 這一項是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就是這一項 物體光跟參考光之間 有作用干涉 所謂coherent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記錄 有沒有 我們現在說 把光打開來 身分開始記錄 記錄完畢 光關掉 剛才 這兩個光的 這個干涉的亮暗 要存在這個 底片上面 要記錄在上面 意思就是說 假設說 這個條文 有這個 亮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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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 假設這個 亮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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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錄 這材料的感光 那一定是 亮暗 亮暗 一定是要穩定 如果說 我 記錄10秒 那麼 第一秒是亮暗 亮暗 可是它會在動 第二秒的時候 亮暗 亮暗 跑到下面來了 第三秒的時候 亮的又跑 可能跑到這裡來了 那第四秒的時候 它又飄到另外一個位置去 這樣的話 結果到十秒鐘結束的時候 我們上面記錄的 就是模糊 沒有辦法記錄到亮暗亮暗這樣一個條文 就模糊掉了 所以也就是說 所謂 coherent的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曝光我們記錄的時間之內 不能動 這條文都不能動 所以亮暗 亮暗 就是穩定的記錄在這上面 不能夠動 那會動的原因 你看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這個 隨著時間變化 所以意思就是說 要coherent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不能隨著時間變化 固定的 所以亮的位置永遠是亮 暗的位置永遠是亮 這樣你才能夠記錄在底片上面 所以 coherent的意思就是 coherent 意思是什麼呢 簡單的講就是 這個 它等於 不隨著時間變 那你記錄的時候 就是任何一個位置 亮就是亮 永遠亮 它這個是暗的就永遠暗 不會這樣跑來跑去 所以 是coherent 就是你在記錄的過程 都不能動 這條文都不會動 這樣你就能夠記錄起來 這樣 底片就能夠把亮暗的條文記錄下來 好 那這個意思就是 剛剛講的 就是相位啊 這相位 任何兩個 參考光跟物體光之間 任何一對 相位都永遠固定的 那你知道這個相位有沒有 我們相位是怎麼來的 總之這個要固定就對了 好 那你看我們的相位是哪來的 其實這個 這個有沒有 就是這兩個 為什麼相位會有差呢 為什麼到這裡 這個光啊 從這邊走出來啊 為什麼到這裡 物體光跟參考光 相位會有差 因為物體光走的路是這一條 相位 參考光走路是這一條 走的路線不一樣長嘛 所以最後到這裡相位就不一樣了 然後入射角又不一樣 入射角又不同 所以這個相位我們可以把它寫出來 就是說 K 乘以OPD 加上 K 乘以兩倍的 sin θ x 這樣子 就是 為什麼兩個 剛才講 為什麼相位會不一樣呢 因為走OPD 就是optical path difference 我就寫 因為走的路線長度不一樣啊 還有入射角不一樣啊 好 所以這個我就把它 把這個我就插掉了 這個 這個 選L好了 它等於什麼 走的路線不一樣 就是 從beam splitter開始 對不對 到M1 到 有沒有 到object 這是object 到object 然後到h 這個路線 有沒有 減掉 減掉M2 到h 這兩個路線長度不一樣 那因為路線不一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的Laser 要在不同的路線長度 也就是不同的時間的意思 就這個Laser 它的波動 在不同的時間它還要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波形 可能物體光先到 參口光慢到 有一個時間差 這個時間差之內 這個光的波動 Laser的波動有一個固定的相位 這個的話 我們要怎麼選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這個coherence 一個是 叫做空間的 spatial coherence 空間的相關 spatial coherence 那意思就是說 你整個 比如說任何兩點 任何點 這一點產生的 跟這點產生的 任何兩點之間的相位要一樣 要能夠固定的 就是不隨時間變 能夠fix constant of time 就是不變的意思 不管是相位是幾度 就是不隨時間變的意思 那最好的 最好的這個空間的同調呢 就是我們一般我們是選TEM00mol 我們空間呢 空間呢 整個物體 物體光的空間呢 要能夠同調的話呢 我們選TEM00mol 所以你去買這個Laser的時候 你都會希望買Fundamental mode TEM00mol 為什麼呢 我們TEM00mol 第一它power比較高 其他的mol 還有order mode power比較低 第二呢 TEM00mol是高選 它比較均勻 所以你照 你要用這個00mol 來照物體的話 你照出來物體比較均勻 如果你不是用00mol 用0110其他的mol 你知道其他的mol 就有零點啊 就有亮暗亮暗 你照出來物體就不均勻 所以一般呢 我們是選TEM00mol 第二個呢 是TEM00mol TEM00mol TEM00mol 那這個呢 這個就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我們叫Coherent Length 就是等於C 乘以Delta 你等於沒有 那就要看這個長度了 所以我們的OPD呢 這要小於Coherent Length 所謂Coherent Length 意思就是說 或者說Coherent Time Coherent Time 就是說這個雷射光 能夠在多長的時間之內 維持一個固定的相位關係 那這Coherent Time 大概是倒數 所以能夠維持這麼長的時間是固定的 所以你的光層差就是光速乘以這個 我們簡單的講就是說 它這個Coherent Time 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一個光波 這個就是固定的相位的關係 這個隨著時間震盪 這是固定的相位的時間 固定的相位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時間的光 跟這個時間的光 它們相位是固定的 相位是有多 但是呢 所以Coherent Time 就是說這個 因為很多原因的 很多各種原因 這個雷射它實際上發射的光 它可能會變成 它可能會 到這個地方突然相位變了一下 然後可能 可能到這裡 可能是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它突然就跳到這裡 然後它突然就跳到這裡 就是說 它會有這種低飛 它統計了 就是說很多種原因 有些是原子的碰撞 有些是熱的關係 或者是各種原因 所以它發出來的光 雖然都是這個頻率 可是它的相位可能 在某一個時間它跳到某一種 突然有一個相位的變化 可能分子運動 振動 碰撞 溫度變化 之類的 那這樣的話呢 你說 時間 ΔT 兩個時間差 比如說差一秒鐘好了 兩個時間差一秒鐘 它的相位可能 比如說 從這裡到這裡 時間是一秒鐘 對不對 可能相位是 比如說這裡是兩拍 可是下一秒鐘 可能 如果下一秒鐘 那照道理講 應該是 應該是差兩拍啊 它可能因為這個跳的關係 這裡跟這裡的相位 就不是兩拍 有沒有 這就是低飛行 對 低飛行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每一個光 它這個相位穩定的 這個情形不一樣 我想在雷射的原理裡面 可能都有一些推導 就是說 這個平均統計或者統計上 能夠維持一個固定的相位時間的量 是跟它的平埔的寬度成為反比 你越單頻的光 它的coherent time就越長 越容易 你頻率越不單頻的話 它這個相位跳動的這種機會就越高 所以這是coherent time 也就是說 你的光層差就不能超過這個 超過這個它就不會同調 它的相位就可能亂掉了 所以 這樣 所以這個是coherent length 所以這是等於c3 delta 所以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講 1.0.0 Hymnion Hymnion 它本身的這個 介質的medium 它有一個頻寬 因為原子發光 它有一個頻寬 所以 這個是gain profile 就是說 Hymnion 放電的時候 它發光的頻譜大概是這樣的 那這個寬度呢 Delta Mu D好了 大概是等於1.5個cGhz 就是說 Hymnion 你把它通電讓它放電 放電它會發光 發光出來的頻譜大概就是這麼寬 所以 所以 然後你再看它的這個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放在這個 Cabity裡面 所以我們的Hymnion laser它是這樣 就是Hymnion 放一個放電管裡面 這裡面就是Hymnion Hymnion 通電它就發光啊 然後這個 通電管呢 放在一個Cabity 共振槍裡面 放在共振槍裡面 讓這個發出來的光 在這個光學的共振槍裡面 起共振 然後就發出Laser 發出這樣一個光 那這個共振槍 它就決定共振槍的這個L 能夠共振的就是來回一次 建設性干涉的 是波長的整數倍 那這就是共振 就是建設性干涉 所以你知道它這個Cabity的 就是這個共振槍 它能夠共振的頻率就是 就是能夠滿足來回一次 建設性干涉的 剛好一個波長的整數倍 所以從這裡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求出這個 兩個mol之間 Cabity的spacing DELTA DELTA X C 因為共振的頻率就是 有沒有 就是 K 兩倍的KL 就是等於 有沒有 光來回 來回 就是 m的 兩拍 能夠共振就是這樣 來回一次 是兩拍的整數倍 那麼 這m可以從 m等於1等於2等於3 你可以求出 所以頻率的差就是C 那我們假設這個L L 我們看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 L等於 看一下 沒算的 L 是 30公分 那你可以發現 DELTA μ N等於 C 就是3 3乘以10的8次方 那除以0.3 等於 那乘以2 所以等於1.5幾個荷子 1.5乘以10的9次方法就是1.5幾個荷子 是不是1.5 1.5 1.5 2 這個是 這是 除以2 是0.5 Sorry 0.5幾個荷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共振槍 它可以容許很多頻率共振 然後頻率的差是0.5幾個荷子 然後這個Helium 這個材料呢 發光 它可以發出1.5幾個幾個幾個荷子 可是我們 共振槍呢 每0.5幾個幾個荷子 就可以有一條共振 所以我們共振的可以 可以 有沒有 就是這個 是0.5幾個幾個荷子 這個是 cavity 就是 你在共振槍你可以容許 容許這麼多 當然這個 確實在哪裡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它真的在哪裡 可是不管在哪 它間隔就是0.5就對了 間隔就是0.5 那不管在哪 因為你這邊整個呢 只能夠發出1.5幾個幾個幾個荷子的寬度 所以不管 這條線真正的位置在哪 反正你就可以左右移 不管你怎麼移呢 這裡面呢 大概就只有三條線 可以再 就是說 你只有三條共振槍的線 可以 存在 讓這個 Helium Neonase 這個分子 分子發光的頻率裡面 就只有三條線的位置 它會產生 共振 會產生Laser 所以這個Laser出來 就包含三條線的意思 所以這個Laser 表示 1 2 3 也許 移過來一點會有四條 這個移到這裡 然後這邊碰到這裡 就有四條 所以頂多是四條線 所以 所以表示說 Laser 這個Laser 所以Laser的這種輸出 頂多就是四條 三條或四條 大概 三到四個Mode 這個Mode 叫Longitudinal Mode 或是Action Mode 或這個是Longitudinal Mode 就是 縱向的 三到四個Mode 所以就是說 Laser出來的 那就是1.5GHz的寬度 那就是1.5GHz的寬度 所以如果這種Helium Neon Laser 它是這樣的話 Helium Neon Laser 它是這樣的話 是三個Mode 所以Laser Mode 所以Laser 是三到四條Line 這樣 這樣 那這個Coherent Lens 我們就可以求出來 Coherent Lens 就是3乘以10的八次方 除以1.5乘以10的九次方 九次方 所以Coherent Lens 是3 除以這個 所以是2 0.2 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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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用Helium Neon Laser 來照這個全項的話 那你要測量 你要量這個G 從這裡開始算起 這是Object 然後從這邊算起 Reference 這兩個你要量路線的長度 路線的差 就不能超過20公分 超過20公分 你就照不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有些Laser 比如說有些Laser 阿鋼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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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這個Gain 六個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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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很寬喔 六個GHz就很寬 很寬的話 很寬的話 你可以發現 這個 Cohurent Length 不是 3乘以10的8 除以6乘以10的9 這等於0.5 等於0.5 5公分 5公分 就很短喔 所以你測量這個阿 你量這個距離阿 你要很小心 你如果這個光層差超過5公分 這個就不會記錄了 記錄不起來 會表示說 這個就很討厭 做實驗要很小心 那麼有沒有辦法呢 讓我們得到比較好的Cohurent Length 對 好圖 怎麼樣增加這個東西呢 那你可以看到 你要增加Cohurent Length 唯一的方法 就是減少它的平寬 減少它的平譜的寬度 但是呢 因為這個是阿崗的材料啊 材料發光就是這麼多啊 你根本沒辦法減少它啊 材料它發光的平譜就這麼寬啊 那你怎麼減少呢 從這個地方你可以得到一個觀念 材料的發光是這麼寬 材料發光是這麼寬 那怎麼樣讓光的平譜能夠減少呢 因為材料已經這麼寬 材料沒辦法變啊 你一通電 它就發光這麼寬 有什麼方法 真正的Laser輸出來呢 真正Laser輸出來有沒有 真正Laser輸出的頻率 是這個啊 這三條線 是跟Cavity有關 所以真正Laser輸出的頻率呢 是決定於 一方面是材料的發光光譜 一方面是 共振槍的共振頻率 所以你看像這裡的話 Helium Neonis有三條線 我如果說 在材料發光的頻譜裡面呢 如果它只有一個Mod可以共振 那出來就只有一條線了 這樣我的 如果我能夠讓共振槍只有一條線 在這裡面的話 那就行了 就只有一條線 這樣我頻率就很低 那你看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裡面呢 只有一條線呢 有一個方法 把這個把它拉大 這兩個間隔 給它拉寬一點 寬到說 在材料的頻譜裡面 只有一條線而已 只有一個共振頻率 所以那是一個方法 所以從這裡 那你可以看 這個間隔是什麼 這個間隔是 有沒有 跟 跟長度有關啊 所以 所以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 增加 增加到比 大於 比它寬就好啦 就比它寬就好啦 這樣的話 你看 這個是材料的對不對 材料的是這樣 可是呢 你材料發光光譜是這樣 不過呢 雷射的 共振頻率呢 可能只有這樣 那很遠啊 很遠才一條啊 那這樣的話 材料發光頻率是這樣 可是共振頻率只有這樣 所以真正雷射的輸出呢 就只有一個頻率 就只有一條 就只有一條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方法 這樣的話 只有一條啦 所以是可以這樣做 所以把這個共振槍呢 把它剪短 剪短 剪短以後 讓它只有一個mode 不過呢 這有什麼問題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把這個 剪短的話呢 會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人知道 比如說 現在把 好像把這個剪短 這樣它出來 就會只有一條 很窄的一條線出來而已 這樣頻譜就很窄了 可是這有問題 是會很窄沒有錯 可是有一個 產生的問題 你們可不可以看出來 就把這個 剪短 會有什麼問題 那是可以達到 沒有錯 這樣就可以 single mode 這樣的話 就是變成single 這邊這樣出來 就是single single longstudent mode single longstudent mode 或者是single line 或者是single line 或者是single line laser 這樣就可以得到 一條線 就很窄了 那把這個減少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你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這個減少 好啊 你這共振槍 減短的時候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這個材料也要縮短 才行啊 你這個也要縮短 材料也要縮短 材料也要縮短 材料是在共振槍裡面 那你發光的材料 也必須要縮短 因為共振槍一直要縮短 那一縮短 那一縮短 表示說發光材料也縮短 那你發光的原子也減少了 會發的光就很弱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problem 雷尺的力量 然後 雷尺的力量 就會減少 那這樣就不好了 我們希望說 能不能 稍微 就是說不要 可不可以稍微 改進一下 稍微改進一下 我們有用過雷尺的同學 一定是有用過雷尺的動學 一定知道 所以怎麼做 所以實際上它並不是說真的把它剪短 實際上它不是這麼做的 有用過Laser的一定知道 它怎麼做 就是說又要保持這個這麼大 又要把有效的共振槍把它壓縮 又要保持這麼長的原來的東西 讓它能夠那麼多彩原子來發光 什麼方法 做過Laser的 使用過Laser的一定知道 所以 現在最常用的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或者這樣 不要直接寫這個 不要直接寫這個 這樣寫的話 好 這個材料要不變 然後要讓這個有效的縮短 可是它又不能真的讓它 就不能拿掉 拿掉那個不共振 但是我要讓它真正 共振出來的頻率 變成很少 怎麼辦呢 我就在這裡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很短的共振槍 在裡面 串連起來 這等於給它串連起來 有沒有 這裡面 這個是長的共振槍 所以它很多 它的共振頻率就 長的共振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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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共振槍 這個共振槍 我直接寫 Short cavity Into the long cavity Inside 原來這個共振槍 裡面叫一個短的 這樣的話 你看 我們就把它畫出來 好 現在這個是 原來物質材料會發光 才會發光 那原來呢 原來這個長的cavity 因為它 cavity很長 因為cavity很長 所以它的mode就間隔很窄 所以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就是 所以 這個是 這個 就是 Delta μ1 等於 11 除以2倍的L1 那我就寫 我把這個就把它畫在這邊 是 Argon 這是 這樣 是L1 所以原來 阿崗 它的發光頻譜是這樣 然後它的共振槍 因為一公尺 L1 一公尺 你看我們那個阿崗雷射都很大 所以那個阿崗雷射泡很高 可以5瓦 你看10瓦 我們還用過25瓦的 可以這麼大的泡 因為它的cavity很長 很長所以這間隔就很窄 很窄 然後這個 所以這裡面很多mode 好 我希望只有一個mode 所以呢 我在這裡面加一個cavity 加一個cavity 加一個短的 要短的 那是透明的 不過它還是共振槍 它的兩邊呢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共振槍就對了 但裡面沒有東西是透明的 透明的 可是呢 你要經過這個要共振的話呢 它就說這個本身也是一個共振槍 因為它很短啊 所以它的這個間隔 有沒有 它r2因為很短 所以它變成一個 這個間隔 這個間隔呢 它很短 可能只有一公分 或者零點五公分 零點五個centimeter 然後是這樣 那這就是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meter 如果你這是 0.5個centimeter 那這個間隔 就是這個的兩百倍啊 就張開兩百倍啊 那這個發的光呢 如果要能夠透過 透過這個 L2跟L1 要能夠共振 那才會產生laser 那一定是同時滿足這個 跟這個才會共振 那這個間隔這麼大 所以這裡面呢 可能兩百個mod裡面呢 只有一個會match到這個 那就只有這個 所以出來的laser output 所以只有一條線 所以這個laser的 這就是一條線 所以做法是這樣 這樣的話就不會犧牲掉這個東西 所以它power還是很高 當然跟原來比還是比較低 可是已經就是說 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半 或者是百分之六十七十 但是比起原來的 那個方法已經就是非常好 所以這個short cavity 這種東西呢 這叫ethylons 這個叫做ethylons 它是兩邊平行的 一般是固體透明的材料 透明的固體 就一塊 然後兩邊做得很平 然後打得很光 非常光 做得很平 所以你們這個 你們去買這個laser的時候 如果你要買hologram用的呢 一般呢 你就會在這裡面呢 加一個ethylons 你要買一個ethylons 在裡面 這樣的話呢 你做這個hologram的 乾涉的話才好做 要不然的話 你就要調得很準 調得很準 光層叉要調得很準 不只是這樣子 不只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才講 你每一條線都要能夠 每一個物體 每一個位置的光 都要能夠乾涉 那如果你沒有ethylons的話 你這個物體 井深就不能超過五公分 因為你井深超過五公分 你前面的物體能夠乾涉 到後面超過五公分的差的話 後面就不會乾涉了 所以這個也會影響到你的物體 如果你去造一個大物體 造一個人 一個人像 那你這個井深可能是二十公分 或者三十公分 那你就一定要ethylons 否則它就不會乾涉 只有五公分的距離 所以這關於laser的這種 很重要 那這裡的話 這個的話 還有講到 這是關於laser 然後呢 這個地方 我想要講一個東西 剛剛有講polarization 我們下面 這個polarization 所以laser就講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做乾涉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 這些我們都弄好了 laser我們也都有照顧 都有考慮到 可是還是做不出來 乾涉還是做不出來 為什麼呢 你就要注意polarization 因為你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乾涉呢 就是說 我們這個 底片啊 那你這個光 物體光 參考光 有沒有 我們只是這樣畫而已啊 但是你要知道 兩個光的乾涉啊 兩個光的乾涉 這個光進來可能是s-polarized 或者是p 所以這個s-p 所以進來光可能是s或者p啊 如果s跟s 那是沒有問題 因為s的話 向量是這樣 那這個也是這樣 垂直的 那麼入色的光總是會乾涉 那沒有問題 但是p的話p跟p就有問題啊 那麼首先是s跟p 那就不行了 垂直的嘛 兩個光一個是 一個是 比如說一個是x 一個是y 對不對 那這兩個光要乾涉就 沒辦法啊 那即使是同樣是p也有問題 因為假如是p的話 對不對 那乾涉 那是u object 有沒有 假如是 我們寫成向量好了 它的polarization 可能s或者p啦 我們寫了 dot u 有沒有 乾涉的是 物體光跟參考光 我們以前一直都沒有寫polarization 實際上應該是寫polarization 因為光暢 那這個兩個相當就要看它是什麼 所以這個會等於u 等於u cos 有沒有 A.b 因為兩個相當量 怎麼寫 這就是 o的相當量 dot r的相當量 就要看這兩個光場的相當量 那你如果s跟s是ok s.s就是兩個 同樣是垂直的polarization 那dot就等於1 對不對 假如是 o dot r s s dot s 這是ok 所以兩個都是s polarization 沒有關係 假如是p的話 p dot p 這代表單位向量 就要看它們的角度 向量的角度 向量的角度 這個是 θ 跟θ 跟θ有關 跟θ有關 那就等於cos 2倍的θ 如果這2倍的θ是90度的話 那就會等於0 等於0 if 2 θ 等於90度 那就不會干涉啦 所以我們在記hologram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就不會用p polarization 我們一定把它調到 這個光是s-polarized 所以s-polarized 這個是桌面 有沒有 這個桌子的話 那s-polarized 就是這個 垂直 這個就是s-polarized 這個光是 這就是s-polarized 所以桌子是這樣的話 那你的polarization 就是垂直這個桌面 不然 否則他就 否則你這個 這個 就 要是90度的話 就等於0 根本就不會干涉 所以這個要注意 第一個 就是 所以這個beam expander beam expander beam 應該是 BS 我們分光鏡 一般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雖然是這樣寫 對不對 我們是這樣寫 可是實際上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實際上 不是這麼簡單這樣子 實際上我們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 第一 你這個polarization很重要啊 可是你這個laser出來的 polarization 又不曉得在哪裡啊 你不曉得在哪裡啊 可是這個polarization 對我們來講 我們一定要這個 很重要 那怎麼樣把這個光 變成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兩個光的強度 我們有時候要調一調 之間的比例啊 所以真正的beam splitter 怎麼做的呢 他是這樣做的 他是這樣PBS 他叫Polarization beam splitter PBS 就是Polarization 就是說真正的他做法 他是選一個叫Polarization beam splitter 你去買的話 Polarization beam splitter 就是它利用一些coating的關係啊 利用的boost angle 這些角度的關係 他使得反射光一定是S Polarized 然後穿透氣熱光就是P Polarization beam splitter 他是這樣 所以Polarization beam splitter 反射就是S S就反射 然後P就穿透 這就是Polarization beam splitter 他利用這樣 那這樣的話不行啊 我們兩個都要S才行啊 你這個穿透氣熱是P怎麼可以呢 所以我們後面呢 就加一個Half wave plate 這個叫 加一個Half wave plate Half wave plate加一個 Half wave plate的意思 叫做是一個晶體啊 利用它的軸光軸晶體的軸 來把Polarization給它轉動 所以你把它轉一轉 把這個轉一轉 把這個 這個 是一個圓圓的東西 你就給它轉 給它轉一下 這邊出來的光呢 就會變成S Polarized 所以 所以就利用這樣子 真正做的是這樣做 這樣你這兩個光都是S Polarized 然後還有一個啊 我們可能 這兩個光的強度不一樣啊 要調一調 調這兩個 一個強一個弱 或者兩個一樣的強度啊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在最前面 怎麼樣幫這個 改變這兩個光的比例呢 這個Laser過來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 再加一個Half wave plate 二分之一波盤 加一個二分之一波盤 那加二分之一波盤的原因 就是我們在旋轉這個 旋轉這個的話呢 那就可以改變這個光的Polarization 然後呢 可以讓S多一點 或者是P多一點 因為PBS總是把S反射嘛 那你如果把這個Laser呢 用這二分之一波盤的Polarization 轉到接近S的話呢 那就大部分的光會反射 少部分會穿過 所以這個的目的 這個的目的是 就是為了調這兩個光的強度 就是為了調這兩個光的強度 反正你只用一條的話 你把它一轉動 因為晶體的軸 要把它轉到不同的角度 然後就不同的光 就是強度 反正變S跟P的光的強度就改變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真正在做 做的時候呢 這個Beam Spritter呢 並不是真的只放一個Beam Spritter在這裡 而是它放有兩個Wave Plate 跟一個PBS在那裡 好 這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再來一個重要的東西 我們這裡講說Beam Expander 就是 但是實際上真的做 也不是 也還是要注意一個東西 Beam Expander Beam Expander 它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這樣一個東西 利用一個 它是一個 把望遠鏡頭給它反過來的 反過來的 它是這樣的 就是說 好 一個光嘛 然後我先用個透鏡給它聚焦 所以說 這出來的光很細 好像平行光一樣 很細啊 它不會散開啊 好 那我就用一個透鏡把它聚焦 把它Focus 那經過焦點以後 它不是就散開來了嗎 就散開來了 那我們不能讓它一直發散啊 那如果我要把它變成平行光的話呢 我就是加一個透鏡 所以這個 那就變平行光了 你只要放在這個 這個距離呢 是F1 這個距離是F2 這個焦距是F1 這焦距是F2 所以我就可以把光 平行光呢 把它闊塑變成一個很大的平行光 那這個 那個 Ratio Magnification 就是F2 F2 所以我們前面就用一個很短的焦距啊 後面就用一個很長的焦距 很短的焦距 比如說我們用那個 行為鏡的物鏡 那焦距就很短了 比如說 Objective 就是Microscope 有行為鏡的物鏡的話 那這個F1 很短 大概也許 一公分 或者是0.5公分 或者是0.5公分 可能 5個 mm 就很短 然後我們再用一個 鏡 F2 也許等於 有15公分 那你就可以一除 你就知道 這擴數就擴數出來 所以你就得到F2 F1 就等於30倍 就可以擴數30倍 對 所以你如果原來的Laser beam 是2mm 擴數30倍 就變成60mm 就變成6公分的光 平行光 所以這是BIM Expander 可是呢 也不這麼簡單 我們又不是只是這樣做 這樣做還不行 因為你如果只是這樣做的話 那會有很多問題 問題就是說 這個鏡子 其實常常很髒的 這些 還有前面還有 其實這還有很多零件 出來的這種Laser 其實Laser出來本身 也不是那麼 有時候 經過這些 出來的 光速啊 經過這些元件 其實我們這邊還有一些 開關啊什麼東西 就是說 我們希望呢 這個光要很均勻 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就利用Folio Optics 裡面學的東西 通常我們會加一個 我們就擦掉 通常我們會 我們會 我們會加一個東西 叫Pin Hole 我們加一個 通常是 就是 Achieve Uniform 我們應該叫做Clean 就是乾淨的意思 不要讓光裡面有一些 因為光經過一些元件 就有一些 有時候有灰塵啊 有時候是有指紋啊 這些會讓光變成很不乾淨 不乾淨 你照在物體上就不均勻了 好 那 所以說我們加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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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個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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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會加一個針孔 這邊會加一個針孔 Pin Hole 的觀念 來做空間磁波 這就是Fulio Optics的 Fulio 這就是Fulio Plane Fulio Plane 所以就變成一個 Spatial Field 因為在Fulio Plane 因為在Fulio Plane 就是空間頻率展開 空間頻率展開 那我們就可以濾波 那空間頻率展開的意思 好 就是說Fulio Plane 有畫 一個光 在Fulio Plane 就是Fulio Plane 它的這個 座標是Raw 這個是F 那我們知道 空間頻率 跟這個座標的關係 有沒有 Special Frequency 跟這個 U Special Frequency 假設它是U好了 U 就是等於Raw 除以Lam F 這個就是 空間頻率 空間頻率 跟座標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座標上 在Fulio 在焦平面的話 這個座標就代表 空間頻率 空間頻率 那 你就要說是 灰塵啊 還有什麼 指紋啊 這些東西啊 或者是你不小心的刮 刮痕啊 Scratch Scratch Optical noise Optical noise 這是 Can be 這樣子 因為在空間頻率 那 你這個 灰塵啊 灰塵啊 指紋這些 或者刮痕 你指紋 你看指紋就是有 你的手指的指紋 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差不多 嗯 一個mm 一條線或兩條線 大概是這樣 指紋 你不小心摸到 鏡子 鏡子表面就有指紋 指紋你光一照過去 這個光就不均勻了 那你 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有插到 有時候你 你 忽略掉 那光就不乾淨 有沒有 所以這些 所以 你可以去 你可以做 Filt 所以 這個光不乾淨 不過呢 因為你這邊加一個pin hole 在這裡 所以你加個pin hole 所以中間的光可以透過去 中間就是低頻的意思 因為你可以看這個 有沒有 如果等於0就是頻率等於0的意思 就是低頻的意思 就是低頻的意思 均勻的光就是通過焦點 那你有不均勻的光就通過 不均勻的光就是頻率 就會通過外面 好 那我放一個針孔 只有中間才可以通過 外面就被擋住了 所以通過去的光就很乾淨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用Filt Aperture Aperture 所以把它Filt 那我們擠勵好不好 擠勵 擠勵 假設我們是指紋對不對 指紋這個條紋有沒有 Fingerprint 假設兩條線好了 這個 這個大概是0.5個 假設我們的指紋 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指紋有多密 大概1mm兩條線 大概或者 假設是這樣 好 那我們 這個前面的光 因為受這個指紋 有碰到有指紋的光學元件 所以這個光就不乾淨 好 沒關係 在Furial plane 這個頻率就會被展開來 展開到 這個信號會跑到哪裡去呢 這個Raw Raw 就會變成 Lambda F U 那假設我們的Laser 為了方便計算 那F呢 假設剛剛講 我們就用 比如說用5mm 5mm 5mm 那你可以 求出來 就是等於 500nm 就是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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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5mm 乘以5mm 後面 我就用我們的指紋 是0.5mm 所以你可以看到0.5乘以5 5 1.25 1.25 1 四分之一 意思就說 你的指紋的信號 在Fulio plane 指紋會在這裡 從中心1.25μm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放一個pin hole 它大小小於1.25micron 那指紋就被擋住了 就夠不去了 所以假如是pin hole size 你就用2.5micron好了 那就可以 就是 special fute 就可以過濾掉 那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指紋的 就可能f 有指紋更密的話 那你全部都會過濾掉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實際上用的時候 所以這邊會加一個pin hole 那pin hole你們就要去選擇 你們去選擇 選擇 所以你們要去看 因為這pin hole我們自己沒辦法做 你想想看這個針孔 對不對 2.5micron 這個我們的針根本沒辦法 我們頭髮就100micron 所以這個我們自己沒辦法做 我們都是買的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針孔 你可以看到它賣的針孔 5micron 10micron 15micron 25micron 你可以看到都是 反正這是現成的 你就必須針對這個針孔大小 反正針孔大小告訴你 你就可以反推回來 說你可以過濾什麼樣的 那看你的系統髒不髒 如果很髒 那就拼後要選很小的 很小的 要把很多髒的東西過濾 然後你後面的光束才會很均勻 所以當然你選越小的 它過濾的越好 但是也是有問題對不對 你選越小的意思就是什麼 這個雷射的光過不去 能量過不去 被擋住 所以你前面的雷射很強 到不了後面 所以這也有一個 所以這也有一個 取捨 有一個取捨 你過濾 然後跟這個關係 那你可以 你也可以選擇什麼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選擇這個 選擇這個 Focus 把焦距選長一點 你不要用5mm的 你如果用15mm的 3倍 那你這個 這個信號 就被張開來 就3倍了 那你就可以用大一點的拼後 有沒有 因為你的信號 你的信號 因為前面焦跡比較長 所以你的指紋的信號 就被這個長焦跡 把它帶到外面來了 這樣你的針孔可以大一點 可以濾波 大一點的話 那泡耳可以過去 所以 這個 有一些取捨 你們就要去算一下 這些取捨 今天就講到這 呢 以上 那些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